今天是要把握世界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趕回去 下個禮拜我才會住在那裡 所以今天還是要開始講 不過另外還有很多人還沒到 所以我們 我們就先開始好不好 就不要 沒辦法等到大家都到齊了 別開始 先確定一下 大家都知道那個 我們今天要去每一堂進度 在網路上都有 沒有印出來 都知道 然後我有試著改 上次大家都說那個晚上那個時間 後來發現好像系統設定 結果我怎麼改 他會跳回去 所以我就放心 所以看到 就知道那個戶外都是白天 這樣就好了 然後實際上那個通知 那個助教會也會發 好 然後待會我們9點10分之後 是要選那個 選頒帶 就是來協助客戶的進行 就是大家的賣出組的建立 然後之後就會比較有效率的來 來發生 好 這個有點 這一幕我怎麼大家都沒辦法拉到兩個 所以大家就稍微來看一下 好 今天的程式要跟大家講 千里步道協會的 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十幾年來的發展 上個禮拜我們講了 為什麼會有步道學 然後那個 課程設計的邏輯對不對 然後也講了那個 那個國際上跟現行空間 有關的9個概念 大家還記得好不好 有些人在裡面不在 沒關係 那9個概念呢 接下來在我們組織 就是所做的事情裡面 有一些地方都會出現 當然 當時千里步道在2006年成立的時候 還沒有像現在那麼系統性的去知道說 哇 有沒有9個概念 那其實是後面我們做了一些 就是研究 然後跟國際的交流 然後參加了一些國際的會議 慢慢慢慢整理出來的 這9個概念 那這9個概念回饋到我們工作上 當然都是可以找到對應 好 好 那先講協會的介紹 2006年的時候呢 是有三個發起人 王武雄、徐仁修、小野 三個發起人 他們一起宣誓 要串聯一個環島 讓人可以安全行走的空間 這三個發起人 大家認得幾個 都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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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都不用多介紹 好 那可是這三個人發起 大家應該覺得很神奇 他們應該沒有哪一個是自行車運動 或者是登山運動的大禮 所以 他是一個比較是公民社會的運動 然後他其實是希望能夠 藉由串聯 然後 上一次我們其實已經打開大家的想法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句話 比較不需要多做解釋 對 之前大家在自我介紹 被這個課程的期待的時候 可能都是談一個步道的空間 然後上次我們講到 把時間帶進來 把那個很多的角度帶進來 那其實當時串聯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 就是透過由下而上的 由下而上的在各個地方的社區 能夠找到連結到另外一個社區 村子的小路 然後他那個小路呢 是能夠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把村子跟村子重新連在一起 這裏面有很多故事啦 包括像 最近我們中秋節的時候 要去那個石英子 十個禮道 如果大家有注意看我們的點書的話 下一個活動就是中秋節三天 要去新竹龍梅的十個禮道 做工作假期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四根古道有出現到 2007年 千里古道環島曼琪那本書裡面 就是其實有提到那個地方 那 它其實是一個走路比開車還要快的地方 就是連結兩個地方 以前的村子 我不知道大家對那個地方什麼時候 就是鵝梅要到那個南莊 它會走一條路 然後那 其實是開車子要繞一大圈 所以我們走路很快 那我們其實通過這個路線的串聯 當我們把這個問題詢問社區的時候說 我們要從這裡走到下一個社區 比如說我們在東路的時候問路 就有遇過在羅山那個地方 花蓮羅山 然後又問說我們要到下一個村子 要怎麼走 然後當地的人跟我們講路 就可以看出大家的想法 大家就會指著台九線 說那一條路 我們說我們沒有要走台九線 我們要走那個避開大馬路的小路 沒有路 那其實是有路的 然後那 像那一段的路線就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串聯階段 這第一階段串聯階段 跟非常多地方的組織 或是社區的 老闆 然後結婚 你不知道東路的路線 主要是跟東華大學 蔡建復老師 他有一個課程 那個課程叫做浪遊 浪遊縱文 浪遊縱文 然後那個是一個碩士班的課程 然後他讓同學這一學期 休課的時候呢 就是在規劃暑假或寒假的時候 要去浪遊的路線 那所以同學自己規劃那個路線 然後自己去跟社區聯絡 怎麼樣好好的接待自己 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課程的順域 所以那個 透過 所以那一次的那個路線呢 在那邊他們連接兩個村子 走的是那個田梗 那你們看到那照片 就有油菜花的田梗 然後那對於當地人來說 那個可能不是一個路 可是對於浪遊的人來說 那就是一個浪遊的路線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 在各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階段 就有幾個非常積極參與的 其中一個就是台江 在天南的部分 主要就是台南社大 還有台江分校那個時候 做了非常多的賢助在地方上 然後 那像在福瑋那個地方 是我們有一個重畫站的成立 然後 地方上提供的路線 主要是以唐鐵為主 然後 這一些點 慢慢的找到避開大馬路 可以進入社區的小路 像這樣子的小路 好上禮拜我們其實有講到說 這個路線的串連 有幾個大的目標 一個是希望能夠 給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的空間 好 在2006年那個時候 這件事情還非常的遙遠 現在大家一定很難強項 那時候我們走路 在公路上走 基本上是很危險的 然後 要過橋 絕對沒有行人的空間 好 都是車路 慢慢的現在 會去做一些慢車道 或者是行人的空間 把它規劃出來 好 在公司裡面也是 在公司裡面的大眾運輸 這些也開始出現 好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 就是所謂的那種 U-bike 那些的系統 然後現在其實 慢慢的也回到人跟自行車 這種非動力為主的 公共空間 或者是交通設計的概念上面 那 這個 這一條路線是 以前茶園的小路 那我們希望 現在騎的這一條路 本身 路的本體不要多度開發 兩邊的美麗風光 可以被保留下來 好 上禮拜我們有講到 那是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 補充 路到本體去含色周邊的整體的 那個 景觀保存的概念 好 那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那個 走在油耐花田裡 就是天更小路 也是前提不到 然後 那 其實當我們是用走路的方式 去 去認識 地景 不管是人工自然地景 基本上 對於 那個地方的地體 就會有很深刻的認識 好 甚至那個三桶 都很獨一無二 你看的三桶 都很獨一無二 好 那 這個 這個照片呢 是我們在 就我們 每個 跨線式的路線 連結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 辦四種活動 好 那個第一階段 都辦了很多四種活動 讓城市裡面的志工 去走這個路 然後 跟社區 晚上會有一些對話 提供 然後 那 這條路線呢 是 四種的時候 那一群志工 臨時起立 走出來一條很漂亮的小路 有不然看這照片 知道在哪裡 清水怪啊 為什麼你要懷疑自己 那 對啦 其實看得出來 那個斷崖也就是第一集 然後 那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但是為什麼你會遲疑 是不是跟平常我們看進去 斷崖的角度不一樣 請聽到我們都從 書外觀路上看 那時候要串聯的時候 最大的困難就是書外觀路 要再認識怎麼找出 行人 私行車的安全行走的空間 然後 然後 那 那時候其實 也正好是在討論 所謂的 書花高 書花改 的議題 然後 在這件事情的議題上面 我們其實 就 並不會認為說 書花公路 要變成純粹是讓 行人 自行車行走的安全空間 然後我們就要讓 車流去開什麼 書花高速公路 或者是什麼 呃 其實 它會涉及到 我對交通政策的一些看法 比方說 我們那時候覺得 呃 真正造成 書花公路危險的原因是什麼 殺死車 其實是殺死車 那如果 殺死的運輸 這件事情 沒有停下來的話 或者是沒有 壞一個方式運輸的話 那 這條公路怎麼樣 都 很難變得很安全 不管是 對行的 或是對開車的人 的說法 那 呃 所以其實 那時候我們其實是有提到說 這個 比如說對殺死業的 整個依賴的環境 還有提到說 可以讓殺死 做出來 對不對 然後不要開公路 這一些替代性的方式 其實都是可以減少 哦 路的 過度的擴張 開發主義的過度擴張的想法 那當然從人的角度來說 我們光是在書花這邊 就花了很多力氣 當然 就是我們去探查很多次 探查什麼呢 就是 從 清代 的 後山北路 到日據時代的 零海道 那些 或者是 書花公路的 舊書花公路 其實都還有一些路線 但是經過這個天然的天顯 這個斷崖的時候 其實 人可以選擇的空間不是很多 大概就是在這個平面的上上下下 好 然後那為了要 為了要找這些路的時候 其實看了很多的那個點擊 好 比如說後山北路 欸 我可能講太快 就是 南社事件之後 我是清朝就是要 開山補番 然後那時候就 後山北路 中國的路 開屁 後山北路就是這一條 就是 所謂的 就是現在書房 蘇澳到花流 那 開一條路的人 是叫羅大村 現在在朝陽 就是 那個 那個蘭澳 蘇澳 就是蘭澳的 公布的對面是蘇澳 那邊有一個朝陽社群 路邊還有一個碑 然後講的那個羅大村 當時怎麼樣開入的功德 那 羅大村那個時候 他有寫了一個 這個 排防日記 就是那個 缺陷的那個名字 在日記裡面就有提到 清純斷崖這一段 他就提到 因為他那個寫日記裡面會提到說 當時用了多少時間 用了多少人力 把這條路怎麼開 好 待會兒我們介紹淡蘭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 可以讓大家看 古籍裡面通常講 那個路線怎麼開 這件事情 是怎麼呈現的 基本上就是 A點幾公里 不是公里 幾里 那個幾里 是華嶺或日嶺 很不一樣 就看那個時候 A點幾里到B點 B點幾里到C點 4點幾里到B點 這樣 然後那個線 其實到底在哪裡 是B點 那個是要去搭配地圖 資訊 好 先回到這裡 那時候我看羅大叔的那個 開山極海法日記的 應該是在 他裡面就提到 記得對於這一段 他說呢 呃 現在大家看得到 聽我唸這一段 你也會 峭壁插雲 抖子進來 好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斷崖地形 還是很像 峭壁插雲 對 差點雲 然後抖子是什麼 就是很陡的腳趾 進在海裡面 像這樣子 這個是 如果有點想像力 是不是有點要包裝 或是工作 對 然後這個很陡的腳趾 進在海裡面 然後他就提到這斷崖地形 在大軍通過的時候 怎麼樣呢 軍行數碼 門壁而過 其實大軍通過 約束碼 拼拉緊拉 然後要跳浪 所以要摸著那個牆壁 然後 他提到說那個 所以 當大家在做這一段路線的研究的時候 就會去 他的 這一條路線到底具體什麼 就是有好幾個人研究過 有個月中 有胡永華 有這個 楊安卷也是 那 但是那個在路線上面 因為其實太遠了 清代 所以他有很多的 包括那個 宜蘭縣史館的料理監管站 就是我們那時候看了 非常多的東西 要去找那個路 然後其實發現很難 利用後山本 因為大部分都不斷斷循序 而且我只是已經被 就是 這個開發掉了 好 然後那 那 但是 剛那一段的時候 其實在講說 自然的地景或美麗風光 他如果能夠保存給下一代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可以從前人的文字裡面 讀到我們現在還看得到的樣子 那 當然也是因為 這個是個天線 並不是說 我真的做了多少 保護的措施 去努力 好 那 那時候為了避開梳花的時候 我們找了一些路 那這條路是 其實我們在市走的時候發現 一開始那個小路看起來 不傾眼 但是他們就度過的時候 就說這條路看得很漂亮 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然後 那後來 大家那天心情很好 然後就 就決定還是不管怎麼樣去探險看看 所以這就是我們探險進去 發現了一條 通往定制漁場的小路 可以避開很大段的小路 那 這一條小路 我很喜歡用這道理來講 就是 我們發行的黃沐琼老師所說的 要去除香野山海 一個你想的千里步道的小路的樣子 它當然要有美麗光光 它的周邊要沒有香野山海 哪香野山海呢 現在台灣很難找到有 沒有什麼路燈等於 或者是路燈 可能比較相對比較少 我們常會看到那個 現代人對於 路燈等於安全 然後整晚可能 沒有什麼人走的路都亮著燈 等這件事情 這些事情其實 光是光害 那個林憲德老師就寫過那種說 講光害對於能體 對於動物 對於生態 只造成的影響 所以矽易去跟我講 但她其實更多的 還會牽涉到能源 我們如果持續用這麼多路練 那 除了光害之外 還有就是除草記 我們很少看到那個 路邊的小花小草,這麼開心的這樣子 最近我才,其實雖然我已經說那麼久 而且其實在宜蘭,還有雲林,都已經有通過自治條例 就是在非農業用地,要禁用除草劑 雖然都已經有這自治條例,可是還是會看到 那這個除草劑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反映的 除草劑對於除草的殘留 或者是它對環境對人體也有很多的嚴重 所以我這邊就先不講 但是我覺得它本身的一種 其實我們並不了解這個草的這個知識 不關的 還有就是農村的人力,或者是原來傳統劇 上次我是不是有講過那一部分 其實以前傳統上,鋪到航或者是 各自治度的整理,基本上都是 社區自己要分工作的事情 那當這種社會網絡 因為現代化而瓦解 然後呢,農村因為人口老化或人口外移 沒有能力去用 人力的方式去回復它的空間的時候 就會仰賴這種除草劑 那這裡面其實還會涉及到很多可以討論的東西 我就先講到這裡 就是蕭野山派的兩派 光派出草劑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是水靈布蘭 那 水靈布蘭其實是會阻隔生物的移動 然後它 某種程度來說 它也是反映了一種人對安全的需求 就是公路為什麼一定要水靈布蘭 扭著性布蘭,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 這樣講什麼 路邊 因為它其實一開始的設計 希望車子不會衝出去 它可以通過那個 就還是 就是在路邊上 但是我們在走路的時候發現什麼事 走路的人怎麼看水靈布蘭 其實會跟動物比較小 就是或是慢車 我們會發現在蘇蛙或者是一些地方 他們有水靈布蘭 其實當有車來的時候人很危險 慢車很危險 它可能會被夾在那個地方出去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 然後 而且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在水靈布蘭的背後 丟滿了垃圾 然後 當然水靈布蘭後面可能有水靈邊溝 那個 裡面也有很多 就是它其實會造成一些生物陷阱等等 所以其實 我們希望 在一個理想的小路 應該是能夠減少相機災害 這個我們剛才講到第二階段 可能剛才在講比較多 好 那也包括路幅不要太寬 車速才不會變壞 這個跟 過去 這其實 在反省路的 開路的思維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路越寬越好 然後 路 越寬越好 越直越好 所以要節溫取直 或者是說 透過安全的方式是要拉外很大 就是 所以 路的開發是一直存在的一體 那 這是那條小路一直走到後面的 終點 就是 在這個海灘上面 好 這個是阿蘭伊 結果我們那時候去 2007年的時候 環島的時候走過 那個 旭海到南田之間的路線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 參與了後來的 反對台磁六線開路的運動 就是 這是那時候2007年很自然的樣子 除了美麗光光保留之外 還有文化資產的保留 就是把時間可以保留下來 給下一代 而且 其實它是 我不知道 那個 搭旅遊的經驗是怎麼樣 我在環島市走的時候 曾經到過 到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是在 嘉義的 石龜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去過 沒有 我們那時候環島的時候 進到那個 附近進到一個小村子 有人去過嗎 有人去過嗎 沒有 酒 石龜 不是在那個阿里塞那邊 它是在那個靠近 縱外線的附近 然後 我們騎腳踏車 經過那一條路線的時候 騎進去 然後 其實那個房子並沒有說什麼 像那個大溪老街 或者什麼老街 有什麼利面 有什麼豪華 沒有沒有 它就是很普通的小鎮 但是它的建築風格就是保持著一個 某一個時代 然後很感覺 那個 你進到這個裡面 會有一種 進入到另外一個空間 時間的感覺 然後 那一天下午騎進去的時候 街道沒有什麼 太多人 然後我們已經過了周五 然後想要找個地方吃飯 看到有一個小麵店 還開著 然後我們就 停腳踏車 然後大家就進去吃 然後去吃那個小麵店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人在 那個麵店它在 那個 包麵的那個東西 就是是 是竹子 然後 然後裝麵的那個碗 是從那個旁邊有一個有沙門的碗竹裡面 打開然後打出一個 那個碗式 上面有那個 藍色或綠色的 那個 葉子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然後裝麵可以 其實他們都沒有在演什麼 碗竹 或者是什麼 都沒有在演啊 那就是他們的生活嘛 對不對 然後桌上呢 就有那個地方產的 辣椒醬跟醋 有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 呃 我不知道 也許台南都是這樣對不對 就是 還有在地的品牌的小的辣椒醬跟醋跟醋 這個越來越難了 然後 我們在吃麵的時候呢 就聽到外面有人推著車子叫牌 然後那他那個推著那個車子什麼都有 然後叫牌叫麵店附近的時候有人出來叫住他 然後就開始 聊天 聊天 呵呵 就是 就是 那個買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車子買了什麼 應該沒有買 就是叫住了 然後開始問東西 然後開始就 你家怎樣 這個村 就大概聽他們聊天 大概這個村子的一些事情 你就知道有什麼事情這樣 就非常好玩 就像劉哥雄老師很喜歡講說那個去搭那個鄉下的客運 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你可以看到客運扮演很多的角色 比如說幫忙送的菜 幫忙送的東西 然後買票讓那個菜坐在位置上 或是一次摩摩摩摩的機 然後 這些其實我們小時候經歷過的事情現在越來越好 然後那你又聽到這些老人家在聊天 有的時候去到客家村 其實我自己是客家人 所以我基本上是聽得懂 那有的時候你聽那個 另外一種語言的人 雖然都聽不懂 可是你會覺得非常有趣 那是一種就是我剛剛說的這種 這種 另外一個時光的 旅行的感覺 然後你旅行在別人的生活裡面 那種 那種氣氛 這個 這種感覺其實是 我們也會希望透過 市總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在安排是非常注意一些事情 比方說我們要共和當地社區的服務 這件事 所以請當地的解說員 來談他們的故事 然後這個 這個有人知道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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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那麼厲害 那你之後應該可以一直修課吧 好 因為其實這個如果早20年問這個問題 跟現在問這個問題答案 會不會太一樣 找十幾年問的話可能很多地方你分不出來都有可能 整個我那時候在07年的時候我們在串聯 剛才說東部的串聯遇到了蘇花公路的問題 但是大部分 其實你要找到一條美麗的小路去 讓人可以安全行走 不難 在東部 像那個最近不是有一個票選 什麼路選世界單車最美的單車路線 花蓮的193 就是我們那時候 基本上規劃 整個騎花蓮路線就是這個193 它是景觀的行復 所以七星台那邊193要拓寬的時候 我們又參與了這個運動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單純在講走路 走路當然有它的本身的價值的運動 上次之前有人提到希望基金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上面是跟希望基金會 那我可以參與很多首部的議題 好 那到了西部的時候 尤其是在西南部的時候 就會遇到那個米門南找到一個沒有 過度開發的地方 或者是充滿了高架橋一直繞來繞去 我不知道怎麼過去 那最後來我們都想到一個線索 其實是有兩個線索 一個線索是唐業的舊鐵道 一個是嘉南大軍 這兩個文化地形基本上是 它應該加上原料線加上非常多的支線 還有現在非常熱門的南北平行玉杯線 跟南北平行玉杯線的玉杯線 有非常多的路線 然後那 所以那時候在研究的時候剛好遇到一個議題 就是在湖偉那邊 他們那時候開發湖偉的那個 科學園區 然後呢 有一些鐵軌就把他剩掉 然後所以當地的鐵道文職工作者 還有園聯文化局 他們那時候就發起一個鐵道形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去拜訪這些團體 然後認識了另外一個世界 非常厲害的一群人 好那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台塘小火車在裡面 而且不是在人 是在蒸的乾蒸 然後那 那 大造縣全台灣 只剩兩個糖廠在營運 一個在台南就是山化 但是 山化的糖不是用小火車 就是它的原料不是用小火車載的 只剩下原料線還在營運的 只剩下虎萊的馬光縮線 就是從馬光農場那邊 附近的甘蔗、擠蔗 然後透過小火車送進糖廠裡面 就只剩下虎萊的 那這件事情當然是我後來在 參與這件事情之後才知道 然後 大家知道虎萊的致糖期是什麼時候嗎 每一年的 12月到隔壁的3月 如果你在這段時間就會看到 我們至少在這段時間 會辦一次追火車的活動 這是從2007年到現在沒斷 就跟當地人一起怎麼辦 那 那個時候我們為什麼要辦追火車 有幾個原因 就上禮拜有聽過 綠道的那間的概念裡面 就有提到那個交通空間的轉化 整個線型空間的出手這件事情 那當時我們其實 想的很簡單 就是 第一個是拜訪以前 唐葉的鐵道沿線的居民的時候 會請他們的嘴巴裡面 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只要我坐在堂上 不幾人都會有這個故事 就是什麼 就是會偷幹證 就是小火車過然後會埋葡 然後抽幹證 偷吃這樣子的這個事情 而且只要講到這個故事 大家都會笑得很開心 然後 那 現在還看到小火車在堂 那我們那時候就 以這個故事為靈感 就用追火車的喉嚨來談一個東西 叫做 兩鐵並行母機活化 為什麼會 這個有一個背景 就是那時候 2007年政府 就是看到民間團體 提出千里路道 所以行政院那時候 就回應說要 什麼 千里自行車要萬里路道 就是比千里還要多 九千 呵呵 對 好 然後呢 然後那個時候要做自行車道呢 就用了很多 把原來堂鐵的舊危機 忽承式自行車道 那一段時間很多 所以當我們去跟這些 鐵道文石團體 去談 要保存鐵道 然後 希望能夠 讓大家 借由這個路線認識鄉村的時候 一開始是有誤會的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們就是那個 要把我們堂鐵的鐵鬼蓋掉 然後鋪自己正道的團體 好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他們談 就是 其實是希望保存整個 堂鐵的文化地址 然後 所以才會提說 古蹟保存 鑑鐵並行 那古蹟不是只有保存要文化 否則大家 他這就永遠都是少數人喜歡看那些 什麼轉測器啊 那個 那個鐵道的一些遺跡 對大眾來說 他不知道這東西保存什麼意義 所以他一定要活化 但是活化的方式可能有好幾種 有所謂的凍結式保存 或者是這個 什麼 更新式的方式來重現 或者是說 你的 總而言之我不要多幫忙 所以後來我們就辦了這個 騎鐵法追火車活動 然後那就開始有非常多的人來參與 沒有放那一張照片 然後 那張照片其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你如果在 檀場的生產季節的時候 去到虎尾 其實 不只是 就是那個享受不只是你看到一些古蹟 你有整個虎尾都是圍繞著唐葉 建立起來的唐 那在生產的時候去的時候 你還可以聞到 那個甘蔗的味道 熱甘蔗的味道 就是虎尾常常冒煙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 騎著鐵馬跟著這個 然後可以看他收甘蔗 那我們那個時候 在請他們導覽的時候 就問那個司機一個問題 那個老司機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要辦活動 要先去做勘查 然後勘查的時候是騎摩托車 要先確定怎麼追火車 因為不是所有鐵軌旁邊都有一個空間 你有可能會要撈出去 然後再撈回來 所以我們要確定那個路線 然後在勘查的時候 火車開出來 我們就同時開始騎摩托車 然後騎進去 然後有一些路段 就發現說 欸怎麼 火車跑好快啊 我們要辦騎鐵馬追火車 摩托車都追不上了 鐵馬怎麼追啊 一開始非常煩惱 所以後來就去 拜訪台塘公司 其實是從07年 我們去拜訪台塘公司 突破了很多台塘公司本來的限制 所以他們後來才配合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才慢慢重新去思考他們的路話之程 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請他們開賣一點 呵呵呵 配合我們再幾個點要停啊 不然的話這個活動辦不起來 那其中有一個點就是在 那個上面是高鐵 然後下面是台南小火車 會經過的地方 以前在鐵道 鐵道泥或鐵道文石工作坊 有一個專有名詞裡面 那一張照片叫做世紀交匯 什麼意思 就是上個世紀砲追吧 停車跟這世紀砲追吧 怎麼會交匯 這是鐵軌運輸的 全台灣就只有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它其實很特別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 就請 培長公司在那個 過的時候 在高鐵下面停下來 然後你在鐵道迷的世界來說要拍到 剛好上面有高鐵下面又有小火車 要等很久 然後那參加我們活動的就可以一直拍 有20分鐘的時間可以等難來北往的高鐵經過 然後可以拍到下面有小火車 現在大家如果去看的話呢 吳偉公所他們在那邊 做了一個 那個小火車的模型 所以你就可以常常拍到那個世紀轉移 好 那所以發覺出當地其實 習以為常的故事或風景 讓它變成一個路線 所以現在吳偉有把這條追火車路線變成一個鐵字律道 然後也是按照我們所講就是基本上 不要去用到 就是在鐵軌還是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應用運用旁邊的路線去規劃 好 那我們希望這些四種活動進入到 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 會跟社區 然後也會請志工做準備 做到這幾件事 減碳 減肺 跟食物零零層 減少液氧化碳的產生 所以呢 進行走路機單車 大家大眾運輸 然後 減肺 就是自備餐具 盥洗用品 然後請社區不要提供那種 一個塑膠袋 就是一個包 一個包的用 盥洗用包 然後 那 所以它其實是會同時對社區公司 用最自動的 其實這幾年我們看到那個效果是 不是我們推動的 是整個社會的概念 就是 你現在看到很多民宿都提供那種 壁掛式 一整桶的沐浴 就不會再給那種小小的包 減少 就是旅遊這件事要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好 減少廢棄度的產生 十五零歷程 這個是 大家猜得出來我們之外的地方 那個空間是什麼空間 誰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這樣就看得出來 太戀愛 有聽過 我講 盛心講 這是吳孟晨老師 文化局 吳孟晨老師 吳孟晨老師 他有去這場 OK 這是在花蓮 鳳林 鳳林 然後跟社區媽媽討論 要怎麼樣來 安排很多人吃飯的空間 後來就是把那個注射 整理出來 然後 然後 每一個 每一道菜 社區媽媽端上來的時候 都會講 一個菜的故事 你就會知道 那個菜 他是從哪邊 生產者什麼都在你的旁邊 所以 那個生產者跟消費者的關係 是偏對面的 然後 比方說 他們就說那一鍋湯 那一鍋湯是那個 那個 就是醃蘿蔔 剁雞的那個湯 然後 那個蘿蔔就是那個 哪一家 他們家種的 然後 他親手做的 然後那個雞呢 你可能早上做社區保安的時候 還看到他的休息幾天 然後 就是 類似像這樣 那 食物零禮神 就是盡量吃這個時間 這個地方的 現在的東西 不要去很遠的 那個運輸 或者是買 市場上的一些東西 好 那 剛才所講的都是我們在串聯的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來的一些價值 然後希望跟社會跟社區做共通 然後2010年的時候其實這個路線 我們走了非常多的路 後來又請志工呢 去把那些路線都騎過 然後把那些比較不順的路線 把它 篩選掉 最後就是 確定是 三線一圈 海線一圈 屯線一段 主要是在 加南平原 這一段有屯線 那整個 那個路線 已經 GPS是公布在我們的 網站上 然後那時候也跟Euramap 合作 然後把它放在 他們的網站 這樣 那 這是第一階段 串聯的過程 那可是 串聯完成之後呢 就是要進入到 具體的 這個 我們要把那些價值實現 好 那 可是我是民間組織 我們不可能 自己去設指標 說這次先停步道 然後凌晨 對不對 然後 也沒有辦法 去做出那些政策的改變 所以 第二階段就是要做 步道的守護跟路往活化 這兩個主題 守護的路況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 那一些 開發的問題 我們會去參與 保護 然後 還有就是 手作步道會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山區裡面的路線 希望能夠手作步道的方式 路往活化就是希望去做 沿途一些社區的 生態與活動 跟陪伴 所以這個階段我們後來 剛剛那個階段 出了一本書叫 千里步道環島慢行 然後這個階段呢 就有包括 稻蒙渝村 注意晚 還有高雄 慢慢有的 這一些 路線 這一些書 那其中呢 比較具體去跟地方政府跟社區去對話的 兩個示範道 一南一北 北邊就在宜蘭的這個東山鄉的泰河八寶段 我們選了一段1.5公里的 農村 鄉村小路 去做了一年半的溝通 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就是 原來那個 這條網路是千里步道的路線 然後 那 我們 去跟地方討論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周邊的 就是兩側的 柏油 拋除掉一定的空間 然後來種樹 然後呢 把那個原來 高的路燈 把它降低 減少光害 減少光害 其實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價值 必須要落實到一個具體的案例 去跟當地的距離對話 才能夠產生那個 務實 落地的結果 那個落地的結果 是必就會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那些討論 其實是非常有趣 也是非常辛苦 那包括說 進入這條路線的車輛限速 或者是 引導車輛走旁邊的另外一條替代的路線 然後那個 旁邊的邊沟 希望能不能用氣勢的方式 不要用鎖 然後 然後旁邊 這個 中間有一些那個 類似像 豆腐塊的那個東西 是取代水澤 水移不然的 設施 然後 其實光是種樹這件事情 對農村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 樹蔭會影響 農作物的生長 所以呢 在 就要很細緻的去討論說 泰雅一天 他的那個 指引會落在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怎麼交錯的重數 然後 路是南北向跟東西向會有不一樣的 影響效果 所以 這個東西 那時候就找了一個 就是我們跟經典部位公司行作 去跟社區 參與式的討論的那些設計 然後呢 比方說像這一張是把那個 路燈改成這種 改成這種 就是比較低的 照在腳上 然後但是不是 路燈在那邊 然後照到眼睛 是 是 比較低矮往下 照路 那是可以兼 這個安全的需求 又可以看到 天上的星星 這個是實際的 改善的結果 這一條路線 後來旁邊種樹 然後居民也 就是開始會去養護那個樹 然後 那也要儲藏這一些 那這個事情是跟羅東社 社區大學合作 去跟地方做了一年半的工作 也包括當地的慈星華的 等等 那第二個示範道呢 就是 這個是實景 白天的實景 剛剛那是晚上的實景 那是白天的實景 你可以看到那個路燈 就變成比較暗化的 這種設計 第二條示範道就是跟 台江來合作 那時候是 在台南縣市 我們病得了一個大的背景 然後吳浩辰老師呢 他就提到 想要 從沿水行出海溝 到烏山口水庫的這一段 會運用到加南大縣的這條路線 來做深海郡的 綠島 那 這個 不是以台江分校為主 那 下下禮拜 吳浩辰老師會講得比較深入 他應該也會把這個背景 在講一遍 所以 我這邊就 先 就是先不講 包括說像大廟新學 縱樹祖道 然後 一直不斷的讓人去 形成走路的風氣 環春綠道 等等 這一些概念 他下個禮拜會講得比較多 所以 台南的深海郡綠道呢 就是 基本上已經是完成的 但是那時候完成有很多辛苦的部分 包括說 在台南市政府裡面 怎麼樣跨單位的協調 然後 在 那個大郡的旁邊的 提案 縱樹這件事情 有多困難 這些 報索老師 到下下一次 就會講 好 那 在這個階段的步道省庫 也幫他手中步道 這個下個禮拜 我們還有最容易吃的 吃內客也會講 好 好 那 在這個階段 我們也提出了 所謂的 就是山區步道的 天然步道連損失 水平步道連成長 然後通便調查 還有 這就是上禮拜我們有講過 所以我們開始培訓 施工做這件事情 那 這是公民科學家的一個方法 然後 以及我們提出了 步道日 每一年的 六月第一個星期六 是台灣步道日 然後 我們第一年的步道日 就是 就是 主題 我們那時候想說 我們步道日不要辦什麼萬人競賽 因為 其實萬人一起聚集去爬山 這件事 本身就是 很怪異的事情 好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有一個主題 然後 全台灣各地的 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想應 每一年定一個主題 好 那第一年定的主題 是為步道做一件事 好 那那時候我記得 第一年 55 各地的社團 然後 然後 那 他們就上網登錄 他們要做什麼 然後上傳照片 好 然後 那 這個是前幾年辦步道日會師的一些活動 然後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步道學 就是現在大家可以 就是 我們去 會整 這個跨領域的學問 然後呢 有步道學跟步道師 的這個 這個大概是第二階段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成型的事情 那現在要講的是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呢 就是從步道變綠道 的這個 千里步道2.0國家級綠道運動 那上一次我稍微有提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要綠道運動來談 它其實 就是希望能夠 有系統的把上次講的那九個概念 把它 落實出來 然後 過去千里步道環島步道的這個 路線呢 我們一直想要 去做步道手錄 或者是路往文化的時候遇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 它太分散了 然後 有限的人力 就是東奔系統 然後到處 只要這個地方 吃火了 我們就去救火 比如說有哪個地方開發 那 變成非常的 就是追著那個議題 然後 它很難在議題發生的時候 去影響政策 所以我們想要走在政策前面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想說 我們去 提一個引導政策方向的前面 那個大的概念 就是綠道運動 然後這個綠道呢 因為我們之前在講千里步道 或者是 在做那個 剛剛說的兩個示範道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 覺得說 這個步道跟我認知的步道不太一樣 他們大家認知的步道 基本上是山區裡面的才是步道 但實際上 那個我們 想要談的東西 是 可能用綠道這個概念 可以涵蓋 所以 我們自己發展了一個 這個綠道的概念 它就是 下面這兩個圓形 是 面 是 是 是面狀的概念 一邊比較靠近城市 一邊比較靠近自然 然後也有城鄉交界的那個 那個地帶 那 中間畫一條線 這個線就是 當這個路線 它是從城市跟自然之間穿梭的時候 它在不同的 環境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樣態 所以 這條線形 在城市裡面 可能比較偏向 人類中心主義 在比較靠近自然的地方 其實它是比較以深耐無影組合形式 然後但是在這裡面 人都可以穿行 所以它 這個綠道的 光斧就會 拉出來 它可以 本來就可以 它是連續性的 這點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 在城市裡面 有自己車道 城市的行道 公園行道 到鄉村 城鄉交界 農村的話 可能填個水均 一直到郊區 到歷史無道 然後到山區的時候 甚至那個就是 生態為主 路線 天然的行道 比如說 這個 壽建 生態蟲 等等 好 那 我們每一年都會出版台灣蟲蟲地圖 這個就是 上次我們綠道概念裡面講到其中一個 就是讓生物都要先回到這個 露道的空間 然後讓綠道本身不會變成 切割生物的基地 而是變成 風火 基地的效果 這是 這是前年的地圖 好 那 從這裡我會講兩個 綠道的概念 就是 呃 去年 我們 把這個 七條國家級律道 規劃 的構想 提到國發會 國發會合定 所以現在那七條國家級律道 有三條是優先示範道 那 一條是淡蘭 另外一條是 張之西路 再第三條 就是深海軍 國家級律道 前面兩條走得比較快 然後那深海軍 國家級律道是現在 正在繼續往御篩的方向 去延伸 好所以 在這裡呢 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淡蘭跟 張之西路 然後順便去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做這個 綠道運動的時候 它每一個 不同的綠道主題 不同的方法論 不同的主題 跟 我們延伸出來的面向 好 那 在這個之前 我們先 看一段 影片 先看一下這個 綠道 綠道的重 概念 是 記住 什麼事 遇到 比较带领总向远方 充满地域源于7级车压缩的关业图境 比较单的持续 连着街道 不满带领和设计的历史图境 处在三级 哈纳而行 每续的领导 担除了与我们组续户外清静自然心灵狂旺 近半个时期以来 许多国家和城市 通过绿道公固的建筑 提供民众丢阻户外生活空间 更借着连接城市与 通过绿三级 天安安高 或是三级 最近自行赤道 等等 现行同便 改善行销售 或是从 所遭七级过岁 它是很经历 如今 台湾也来到所有 南方的国家 都已经面临 完全成功 通过既能满足自身需求 有人兼顾社会文化 自然完全的永续发展 与时 同学院 同外开大部 并且同学 通过重工 承诺长大师弟的力量 民居在地 手工的力量 甚至于 滑溪秀 滑溜秀 滑溜秀 一寸一寸 修补 无论 人与盖鸭 即使变得关联 河滑 进行之间的关联 这次是女长 小省台湾抛长 全面 修行 台湾抛 抛杉 各举各社的村落 方法受下者 残怨 能与虚弱 后多运动的传言 天力 击人行感 我穿到一个机密的生活中间 有一天你可以从家的东西方 续续呼吸 或许但是天空遇到 整个天空最终的团圈 先离一起 与初夏 遇到我们最终的 与初夏 期待遇到汉与下团圈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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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吵架 吵架 這個 大概會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那個蛋黃 蛋黃這個 你看大家 這個是 有在世界 不知道你們在看 消息一下老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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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我們體育有過去的性能力 是 在現在 他們從三層 尋找人好 把人類所走出來 比較 入線 雙花園主要有關檔 還有茶飯 小路 或者是人間發揮的開口 有時候走出來 他的路線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去塞一種 健行的人 會覺得一種舒適的路線 這些會聽到的都是 一種就是 他現在突然走入 那另外一個 他的挑戰就是 他已經被淹落在方便 賣走 或者要入化成功 這個時候 我們也必須 這也是要做一些 跟三三層的走出來的路線 在 當他們的路線走起來 他的動作 我們建成的路線 兇修 而使用的 都讓 大家在走路的時候 用到一些 提早的 傳統的動作 看到我們把更多的這些 找出來之後 我們順便要進行這些 篩選跟修 但是我們沒有 傳統的上 所有的傳統的上 就是現場 找到的 找到用 五個白色 形狀的 這種做法 去進行 進行 原來的運行 同時也是建立 未來建成的 特別的 建議 又有 演出 經濟 平台 選項 大便 代價 好 營業 剛好 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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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車 滑航機 樹木屋是比較重要的 平常都關門的車子機器 掛一掛 然後就水裡都用上去的 那就把所有幾個塞料都用上去 你在那邊走一點 就會生意就很小 所以是從中一個那一條大方式 就是說你原來的地方是開展 你看電單 你進去你是跟我搭出來 自己的在一起 中午到这些机器 过于是先名 每一家出壮黑暗就会 未来我们也希望是 有些东北 然后这些工作下来 他们的每个通过 他们都会去 有些地方去的好 他们去的比较 然后看到东西都会有些什么 我就是希望这些传统的通法 可以被完整 所以可以找一下 我们在地方上看 他们都会发现 但来这台单区 他们会经过 并连续线 非常好多 有这样多学类 他们会非常多的 技巧 好吗 用的照片 他们会看到一些 移动 他们会看到一些 选距 还有 这个区域 最多的就是 Bass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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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冰糖 就是要帶走 那我覺得這個是 會吃一個環境生態 因為是要貿易的 很接近這個 手作物料的天神 以常態維吾的方式 去整修 那我想像 上來 買一個單字 還有 走向他們 下一個 而且是 我想說 我們 跟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 永更 直接 更深刻 我們 我們 在2015年的時候 出版了台灣手目的 那時候開始談 文道跟文化入鏡 上禮拜 我有講到說 為什麼 我們用文化入鏡 不是有頻道 這個概念 大家已經聽了 那麼久 我上禮拜有講說 為什麼 我們用文化入鏡 沒有頻道 這個概念 好 我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 這一條 國家已經遇到 一開始我們叫淡藍百門山進 那它其實有幾個出發點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台灣的環島步道 這個範圍開大了 我們要怎麼樣 縮小目標 然後先把 某一段的示範意義做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選擇 北台灣的 跨越四個縣市的淡藍百門山進 那這個路線它其實是 這四個縣市的距離 大家都有歷史記憶 大家都會 一提到淡藍古道 大家都會收來的想法 但是現在只剩下什麼呢 大家如果常走路的話 就會知道現在淡藍古道 大家只知道 金字飛古道 草林古道 然後讓其他的 頂宮自走金字飛跟草林古道 是可能從臺灣走到宜蘭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好我們怎麼樣能夠 用這個議題來 讓當地的這種文化認同 可以找出來 然後讓說服這四個縣市政府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15年的守護地圖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選擇一張 188年年的台灣古地圖 台灣潛工生魚圖 那這一張地圖比較特別的是 以前的古地圖 基本上是條狀的 從海平面看三等 那這個是用金尾杜畫法 呈現的台灣潛工生 但中間還是空的 那一年我們就把 古道跟文化路徑的概念 還有它歷史的變遷 把它寫在這張地圖上面 好那 上次我們有介紹 文化路徑的概念對不對 好為什麼我們用花路徑的概念 替代古道 這有幾個原因 首先在學術研究上面 古道的定義是很嚴格的 好那這個嚴格包括什麼 就是可能甚至是要古代 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老的程度 一定的年限 然後呢 它是官方修組 而且是讓人去走的 主要的那一條路線 好那有一些我們廣義 所認為的古道 基本上在學術界裡面 不認為是古道 比方說 愛永縣 大家知道愛永縣嗎 講到張之細路的時候 會 就是很多是會是愛永縣 愛永縣 對很多學者來說 那不是古道 為什麼 因為愛永縣是一條防守的界線 防原住民過來 像這個現在高俊宏老師 在找的那個愛永縣 其實他大論文 那不是古道 我是說學術圈 但是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那也是這樣 所以古道在學術圈 定義很嚴格 然後再來就是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 按照原來的路線指 這個路線 就算現在是公路 你也還是要只在這條路線上 但是他很難呈現他原來的樣子 對不對 然後那 也不利於大家去走 長距離古道的時候 走很長一段 都走在古道上 但是走在公路上 因為 我上次是有說 台灣第一條古關道 對不對 那 你走在台積線上面 一定都會覺得 你走在古道上 可是他在學術圈上 他就是古道 但古道會有不同的時代的堆疊 或者是時代的位移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往這邊 有時候往那邊 那所以這個到底要恢復到 什麼時間點的那個點 才叫做古道 這其實在實務上 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而且他會跟長民的印象不一樣 舉例來說像大人古道 大人古道啊 那個很多地方上的人 他們會讓人 從我家 要去宜蘭的路 就是萬一古道 那 你們現在所講的 只有那一條 跟我的概念不一樣 那為什麼 因為他住的區域在哪裡 他從他那個區域要走出來的那一條 寶甲路連接到那個 其中一條往宜蘭的方向路線一直接過去 那個不是古道啊 就是他們不能接受 對不對 就是這也是古道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 在找淡蘭百年三盡的時候 發現這個並不是單一一條 五道 它是一個路網 這個路網呢 是不同時期的 不同的歷史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寬鬆的方式 叫做百年三盡 來談 把這一些地方記憶 或是社區他們的想法 放到這個裡面來 而不是只是從學術角度來詮釋 或考證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古道在文化資產法呢 文資的裡面的概念 很嚴很奇怪 有點有趣 那這其實我上次講 遇到的九個概念的時候 講過文化路徑 我那時候講到說 西班牙朝聖之路挑戰了 以前的文化資產的概念 就是原來都只有保護一個頂 到來現在有一個線 而且這個線呢 是一個難道的感覺 是跟這個主題有關的那些點 都可以放在這個路徑上面 一起整合成一個主題 可是古道 比較不是這樣的想法 那在文資裡面 大家知道最早台灣第一條 被制定的古道是哪一條 台灣不是沒有喔 被制定的 你們猜猜看 第一條被制定的古道 被文化資產 保存法 被制定的古道 所以變成 八通關 可以講 第一期講得很好 很好 但他是 正確來說 他是第一條被制定的 摩定古蹟 那是1987年 那如果不限 摩定古蹟 有三級古蹟也算的話 第一條其實是 朝鮮的古道 1985年 1985年就被制定了 好 那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在2005年做了一次修改 才有把文化景觀放進來 就是把那個線型 文化景觀裡面有一個叫文化路徑的東西 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深入這個部分 好 所以在這之前 古蹟的保存一直存在一個問題是什麼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 台北 新店 應該是新北市的新店 那邊有一個 叫做獅子頭山愛永縣古蹟 好 那這一條古蹟呢 一個就是 他是愛永縣 那 學術圈認為他不是古蹟 然後他被制定為古蹟 但是呢 後來新北市他們 為了讓遊客去走 所以做了一些 步道工程 還有木棧道等等 好 那 時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木棧道毀壞了 有一些地方崩趴了 好了 問題來了 要整修的時候 遇到文化資產寡存法的問題 就是怎樣 不能動 那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 阿朗尼古蹟的議題 正確來說是 狼橋非難道的議題上面 只是因為有講狼橋非難道的 阿朗尼古蹟 就是去海道 那個安定中天那一段 正確說法其實是被狼橋非難道的 那一段他當時用文字法的自然地景保留去指定的時候呢 因為人走出了很多的沖石溝 然後我們那時候說那個需要去修補的時候 就會遇到說文字法裡面說 怎樣 要保持現狀 不能動 所以其實從古道的 從文化資產寡存法的概念去想不到的話 他會 動輒的研究 當然也不止不到 很多歷史建築都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好那所以 他不能隨便動 他保持現狀是什麼樣的現狀 對不對 什麼時候的現狀 然後要去修復他要用什麼工法 這其實以前並沒有人去討論 然後變成說後來新北市的那一條 然後艾永縣步道 他們最後 因為地方上一直希望能夠把那個壞掉的步道整理好 然後文字一直不能動 所以他們就怎樣解除指定 所以他就不再具有那個文字身份 OK 然後就步道就可以開始整理 那這其實是很方便 八通關也是遇到一個問題 八通關呢 他其實是屬於那個 國家公園裡面的實際保存區 然後那 要去整理他 怎麼整理他 好 然後那最後就怎樣 乾脆不要動 不要動 動就會怎樣 越來越快 呵呵 然後那最後就是 最好如果不要有人走 古道就保存下來 這樣 對嗎 不對嗎 那所以其實 文化路徑這個概念 他是會比那個 他保存的是在有型跟無型文化的那個資產 然後 其實 日本的 就是 木構造建築 也對世界的文化資產領域做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 在這之前 世界的文化資產保存 對於古今或歷史建築想的都是什麼 因為歐洲都是用石頭做的 城堡啊 大教堂啊 都是石造的 所以他都要一定的年份 然後必須要維持原狀 對不對 可是 東方的木構造建築 特別是日本的 一世神宮 一世神宮其實是定期 就幾十年 我忘記是 三十年 其實他要整個拆掉重做 那 但是他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說 沒有這三十年的房子不能算 那 這不符合木構造的狀況 因為木構造一定要換新的 不然的話 他怎麼有辦法持續到 現在 但是他如果一直持續的用 拆掉重做 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文化資產保存 為什麼 因為 這一些匠師 他們 才會一直代代相傳這種技術 否則的話 就 沒有人會修那個房子 所以古道跟這個概念是很像 古道要有人去用才是活的 古道要有人去維護他才是活的 所以這個維護這件事情本身在 文化資產的這個借務的方架裡面 他沒有辦法涵蓋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文化路徑的概念 這是一個 然後那個 有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就回到草林古道上面 就是 大家知道草林古道上面有個 虎字碑 大家應該知道那個 是流民燈總兵起來 然後 那 前兩年發生一個新聞 就是有山友路過的時候 發現虎字碑上被刻了一個名字 塗鴉 叫白什麼東西 三個字我忘記 刻在那個碑上 結果 大家就拍照 然後那個新聞就開始追啊 這件事情到底是哪一個政府部門應該要處理 好 大家猜猜看哪一個部門 哪一個部門應該要處理 文化局只負責指令跟登陸 文字委員去鑑定他的文字身份 指令登陸之後 維護管理並不是文化局做的 對不對 所以文化局 沒有 他說不是 好 再來 林文局 剛剛林文局是不是 OK 好 文字局 問題是說中央一點 沒有沒有 其實反正都不是屬於文化路 他只負責指令跟登陸 關光 你說新北市的觀光旅遊局嗎 對 觀光旅遊局不是 不是他管的 因為什麼 那知道曹陵古道的主管機關是什麼 對 不是 是交通路觀光局 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 有沒有 他不是每年11月都會辦忙花季嗎 所以曹陵古道的主管機關是東北角 好 那新北市觀光旅遊局說 沒有這不是我的 是東北角 東北角就說什麼 不是 我只有玩古道 沒有玩杯 杯不是我的 好 那 最後 找來去 你知道真正依法來說應該是什麼 警察局 什麼 警察局 警察局 什麼 警察局 他基本上文字指定之後 還是要那個原來的地主 或者是這個擁有人去做圍物啊 所以呢 杯的地主是誰 國有財產署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那個歷史的國旺三保 你最後都會指向國有財產署 那國有財產署哪有在負責管這些物件 對不對沒有 所以最後就變成有指定 沒有真的能夠管理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缺乏對於這條線型空間的完整性 所以其實原本的古今指定 就只有那幾個杯 他後來草陵古道大家去走 都是已經變水瓶花鋅 還沒有管啊 所以這是非常多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我們比較喜歡用百年三進的原因 用這些原因 就是 不想陷入那個過去的那種問題裡面 好 那所以我們在2015年 提出淡安百年三進 作為一個標的的時候 其實想要在北台灣做一個小型的千里步道 然後試試看把它做成一個 這幾件事情 我們要促成跨縣市一起來合作 才有可能從台北走到宜蘭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難嗎 你們有知道哪一條步道有畫台會的 沒有 有嗎 沒想到 沒有 就是每一個縣市政府自己列管那條步道 或者是聯務局的某個領館出列管 沒有步道 連公所都可以自己做得到 所以非常混亂 那 都是一個一個毛毛蟲 它怎麼能夠成就所謂的台北到宜蘭 經過了基隆新北四個縣市 然後長距離的夢想之路 光是要突破縣市政府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後面怎麼樣來說服它們 這個代表給你講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希望用什麼夢想去說服它們 就是從 上個禮拜我們總道具到那個長距離步道的概念 從海到海或從山到海 台灣也要有一個夢想之路 好 那 當我們把這些古道找出來之後 我們非常害怕什麼事情 我們這一代還看得到 被我們找出來的古道變成新 因為如果說我們不去把關好的話 很可能就是政府會用發包工程的方式 然後那條古道就變成不是古道 那我們就變歷史罪人 我們還不如不要找出來 對不對 就是像剛剛說的 古道你可能讓它壞 不要讓人家知道 好 那所以要怎樣 要建立兩個制度 把它植入到政府真正的基因裡面 就是手作步道 來維護武道 好 然後呢 當我們用手作步道 維護武道的時候 要建立什麼搭配 武道的分歧制度 好 那我再待會 這四個概念會詳細的講 好 這個上次我們已經講過 好 然後 那 台灣 這一條 從台灣海峽走到太平洋 最簡單的路 大家看一下看 從台灣海峽走到北平洋 哪裡最好走 就是在這裡 越往南越高 越南過 好 而且它有非常漂亮的景觀 就是從 它剛好這個雪山山外 它形成了一個 這邊比較平緩 然後到宜蘭很陡的一個單面山的地形 所以你從西北這邊走過來到這個領線上往下看的時候 會看到非常壯酷的海峽 太平洋 龜山島 然後你往那邊看可以看到基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適合來對世界去談的一條綠島 那但是我們要透過這個夢想呢 要拉動一個這樣的環節 這個夢想才會實現 它這個夢想很難說 政府不能 我就編了多少運算 一年多少錢 就把這個做好了 然後國際公司 不是這樣 我們要拉動一個產業鏈一個環節是什麼 當這個大南山境 有人來走了以後 產生休閒遊記型環就會帶動地區的發展 那地區的發展 他們就會認識到保護這個山境 原來是會有人來特別來看的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沿著這個山境附近 重新回到自己的村子去發展一些東西 那當它產生了在地認同之後 它才會繼續傳承這條綠島 這條綠島 這個歷史記憶才會一直變成隻牆蛙 那 我們最近常聽到那個雙溪共僚一代的居民 他們就說 哇 我從小走的路現在是國家擠的遇到 那種感覺就會覺得不一樣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我的家鄉 我要回去家鄉整理我那個廢棄的房子 然後呢 我們其實可以一起來保護這條綠島 那這裡其實在講說 在文字領域後面有一個型的概念 包括場所精神 氛圍 那其實是整個古道其實是 人在自然裡面生活 然後改造自然 形成人所利用的一個景觀的一部分 好 那 所以 其實要保持這整個氛圍 用線來帶動點 那真正發展的那個點 山村聚落 它要能夠發展文化觀光的生態雲 然後他們才可以產生一個喜慘意識 去保存這種東西 好 那 那當然古道其實面臨了 呃 來自兩個方面的破壞 一個是剛剛講的說 比如說公路化 或者是 工程化的破壞 那 另外一個就是來自於 現在左邊照片上看到 這條是古道 可是它其實正在破壞中 為什麼 因為人不再繼續去住在這附近 沒有人再去問他 這些竹子 大家現在看起來都覺得 哇 那麼滿的破壞長的 對不對 好 其實 你知道竹子這樣長嗎 它 它是一直帶在往中間長 以前我們做古道調查的時候 有看到竹子就是有聚落的地方 竹子一定是人種 人種的一定做很多日常使用 那常使用它會去一直用 所以竹子就是乖乖的 這樣 就是它不會這樣跑到處跑 沒有人的時候 竹子就開始地下的早期一直跑 然後那個很多時間就被光起來 就被蓋住了 然後呢 呃 像我上次也聽到有人講說 那個 河岸 直接用竹子是一個很好的鞏固 但是那是在有人管理的情況之下 沒有人的時候 那種竹草常常是整個 大家如果有看過那個 倒的時候是整個根打牆 然後那個戶外會塌掉一大塊 好 所以這個不是浪漫主義的想說 哇 那個自然的是最好的 其實它是 這一些 之所以能夠穩固和體 或者是變成一個很好的 水族寶舌楼 它其實是因為人在裡面 那 那 也包括說這些山村以前有種很多的水田 然後水田其實是有水菌系統的 水菌系統其實是要人去尋的 然後水菌一直維持的 長頭沒有空調 好 人得口老化 人口外以山村廢棄了之後 就怎樣 水沒有人回路 水跑到路面上 水就會產生沖石 然後這些石頭就會掉 好 然後路就壞掉了 所以 它其實是來自兩個方面的威脅 一個是過度開發 一個是燈口 就是農村消失 那所以這些地方的文化景觀 文化資產 它要怎樣拉面是否則 這其中就是 我們要希望能夠拉動那個產業點 好 那所以 我們經過兩年的時間 先把所有的路往通都調查吧 然後16年的時候 16年我們促成了四個縣市首長 在台北市的萬華 開了第一次的計程會 從現在來買平三件 那他們那次就宣誓說 每一年要到不同的縣市去會市一次 然後每三個月 各個單位要一起聚在一起 開跨縣市平台會議 這其實在台灣來說 算是蠻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我們從那個2016年到現在 每三個月都持續在開這部會 是能流到不同的單位去 比方說真正最後的那個平台會議 有八個成員 台北、新北、宜蘭、基隆 各有負責的單位 然後另外還有四個中央單位 就是名護局和公民管處 東北角公民區管理處 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處 就是經濟部水利署 北市溪的段位 還有那個水土保持區 台北風局 好 然後這八個單位輪流做莊 每三個月到不同的單位去開會 他們手掌出來主持 然後每一個單位就輪流 報告他們這三個月的進度 遇到了什麼問題 馬上辦會開去處理 包括說像什麼 從最近才剛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從南華府車站出來 要到那個滿東峽谷的這一段路 中間要在台鐵局的範圍設指標 要在公路上設指標 然後要一路引導人走到那條古道上面去 中間要經過很多個單位 基隆市交通局 然後天橋上面也要設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一直不斷的跨單位去形成 所以現行空間的連結 它是一個突破過去單位降化的一個方式 但是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 好 那這一次的記者會 四個縣市首長 新北市市部市長 其他都到齊了 好 我們請他們扮演一個 當然國道上最常見的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 大家猜猜看好 那個 那個帶著斗力的人是誰 林佑昌 基隆市長 他在演誰 演什麼人 什麼角色的人 龍夫啊 他手上拿著龍夫 扁蛋 當然農夫也會用這條路 但是挑東西運輸 會是這個路線最主要的特徵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陳生賢 新北市副市長 他是帶放球棒 拿著一個登山帳 他演得最簡單的 就是登山客 那這個人呢 是當時宜蘭縣長林忠賢 其實當時我們有注一套戲服給他 最後因為大家都沒有穿那個戲服 只有戴帽子 所以他就只戴帽子 而且天氣很熱 結果戴帽子之後 就大家都不知道在演什麼 你們猜猜看他在演誰 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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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沒有穿戲服 所以很多人都猜圓外 其實圓外有 那個 就是什麼 透過那條武道去收租金 真的 這個待會我會講 好 那這個科匹扮演什麼 他戴的那個帽子是什麼名字 一個 中國 醫生 那個 那個馬接國是 他是從台北怎麼一樣 最多吃的外國人 傳教啊 拔牙啊 然後他就是戴著那個帽子 好 所以就讓同事醫生的科文整來演 好 那 那一次的啟動之後 陸續的 第二年 2017年 步道日就到基隆 好 然後那基隆那一次的主題是 成立了28支 淡藍義工隊 大家會 登養一些路段 才會去存場 或者去活動 好 那 第三年 就是去年 是在新北市主辦 在雙溪渡船頭 好 然後那 那一次就是 因為我們 就是已經 確定國發會 核定 七條國家體育島 淡藍是其中之一 所以就 他就升級為國家體育島 好 然後 第四年 就是今年 今年呢 是 淡藍跟日本的工程往來 這個長距離步道的組織 就是地劫有移步道 所以日本來了很多人 所以這是國際 遇到的一個交流 所以今年輪到宜蘭縣 這個廟縣怎麼主辦 好 那 其實很好玩喔 我們每次辦這個的時候 都會遇到新聞焦點的一些 奇怪的報導 比方說像這一年 這一年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 有一個 像是 耐克風 所以我們怎麼會消音 好 OK 然後 就是整個主題 只剩他們兩個人 選手的這件事情 然後今年就是 侯詠儀跟柯文哲選總統的議題 就是 然後 但是其實 呃 這些 就是 大家應該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推彈來 百元三進 從2016年到現在 中間基地或是地方選舉 手掌換過 可是這件事情還在推 這個也是台灣另外一個奇蹟 就是剛剛我們講說 一個是跨縣市的平台會議能夠運作 這件事是一個奇蹟 再來就是 通常換了的政見不會繼續的 其實這件事情現在持續進行 而且呢 那 新北市應該已經 北路完成 中路今年也已經要完成 南路明年會完成 然後 那 台北市的部分 明年會啟動文化境的部分 就都市型的文化路境 宜蘭明年會啟動調查 雖然不同的騎乘 但是呢 持續在進行 好 那 這是我們初步採過的路 其實還有很多社區的人說 南路明前走去宜蘭的路 沒有被畫在上面 但是不知道這些路線 大家就知道 淡蘭其實是一個陸 好 然後但是我們如果把這些 用歷史考驅的方式 考出了陸廣之後 然後拿去給外國觀看說 OK 我們台灣的夢想之路 你可以走嗎 可以走到宜蘭的 你會走嗎 太複雜了 所以就需要怎樣 需要定線 好 那定線其實就是 一個人為的選擇的結果 就是我這條路線 他必須要考慮到 一些什麼事情 他在上面發生的故事 那包括剛剛那個是馬街 馬街他那時候帶著一群人 去傳教 留下了一些照片 然後我們 把他所提日記裡面 停留的那些點 有GPS 最濃的地方 就是他進入多地方 但你會發現日記裡面 真的沒有線 只有點 然後這裡面有包括說 凱達哥安族 格馬蘭族 他們在那邊生活 好 然後那中間這個是 烏沙 烏沙就是所謂的 烏沙 烏沙 對不對 但是這裡面其實是 害人的觀點 對不對 就是其實烏沙路蘭 是違反當時的那個 清朝的那個禁止 街外開墾的這件事情 好 然後那楊庭嶺 最左邊那是楊庭嶺 他是 格馬蘭社廳之後 第一個長官 那當然楊庭嶺 在那之前 他有去打海道 所以在路線上面有一個 比如說文獻記載到楊庭嶺 新開入洞 也會跟他有關係 所以有一段禁道 是叫楊庭嶺武道 那個人從岩樑上岸的時候 直接走過這條路 那把這些故事找出來 那我們要訂定一個目標 這是我們的地線遊展 其實後來我們幾個 綠道基本上都是要依循 這樣的一個地線遊展 他的目標基本上 是要變成是 國際級的觀光料題 能夠展現人文歷史特色 串聯區域主題 促進周邊社區產業發展 跟提供遊客世界體驗 那 所以在資料收集 圖資 祈禱訪談 有了這麼多的路往之後 要怎麼篩選 這個地線原則 我們訂出了八個原則 具有歷史性意義 文獻支持度高 具有代表性 連結周邊景觀 總化資源 考量油漆系統 接近觀光資源 跟其他路線串聯度高 交通易達 自然度 保存 古道保存度高 避開災害敏感 路況還好 不需高成本整建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 在我剛剛說的 影片前說的衝突 對於古道的考據 跟對未來的使用者 這兩個東西的拉具 透過這定線原則的程序 去取得一個最後的結果 那 它中間就會有一些替選路線的改變 比方說它已經很能工化了 很可能為了便宜 尋找替代 或者是已經荒廢了 完全是已經崩掉了 也不應該要繼續 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所以這裡 我們在前面的文獻回顧 古地圖套碟裡面 花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在調查的階段 就兩年 然後兩年之後才能定線 那 藉著這幾個文獻 我們可以很快 讓大家看一下淡然的歷史 從最早的山雕社活動的範圍 其實原本呢 原本 就是這幾個社 他們基本上是沿著海岸 他們沒有需要 一定要去走到山上去 而且這些族群 都是會用船的 所以他們水上的運輸是很發達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沿著落海古道 那這個落海古道 在山雕角這個地方 後來有出現過 龍陵古道 就是在還沒有走草陵古道之前 其實是走龍陵古道 因為這樣可以 不用繞這麼大圈的山雕景 好 那時候西班牙人來到北台灣的時候 其實也曾經走過落海古道 而且他是沿著基隆河 進到貫渡平原 好 那這個是落海古道的路線 然後 後來怎麼這條龍陵古道 那這一段呢 就是這 這其實是有點想到 大家看到 上面有家境或道光 就是有不同的時間點 提到這個地方開墾 或者是出現在歷史時期的時間 那簡單來說 就是說 在這個附近 因為有海盜的出沒 會結越東南沿海的商船 那這個地方的海盜 只要不出墳 然後那時候 清朝就要揚天嶺呢 去打海盪 所以在這個區域 有清朝的駐守的單位 叫做遜或堂或領或歸 就是律營的四種不同的這個 所以在這裡有所謂的參光遼遜堂路 就是當時的駐軍走的路線 或者是附地路線 就是聖光文的路線等等 還有就是陽天嶺打海盜路線 大致上構成這一個區域 這一條線就是這個故事 那這一條就是所謂的關道 關道其實在他的說法 從包括白蘭寺開路 這個淡蘭 然後一直到後來 板橋林家去界外開墾的地方收租金 所以林平宏這個大家族 他們就出錢去修路 然後這條路走的人非常多 主要是漳州人 他們走到後來的時候 就變成官方也都是走這條路線 那所以有劉明燈走這條路 留下了很多的碑 還有姚穎走這條路的時候 寫了一本台北道領記 雖然裡面有很多是道領圖說的 但總而言之 這一條路線基本上就是官方走的路 而且後來不再走樓領 而走的比較矮的草領 這就構成了後來的所謂的路南正道 好這條這個文線裡面呢 同時畫出了道海跟路南正道 那進來這邊記得他們沿著基隆 那另外在南端還有兩條 分為文山西線跟文山東線 文山西線在馬接日記有提到 就是他那時候去到區執屋來 然後本來要去宜蘭 結果因為太陽族很兇 讓他不敢再往前走 所以這條路線其實就是被紀錄說 升班很多 所以不敢走的路線 那這條路線大致上呢 就是沿著現在的新路 然後進去到這個統後 往阿玉三角進到宜蘭 利用很少 所以在這個階段沒有被大陸討論 比較多人知道的就是呢 從古亭深坑進平林 走到這個郊西的這一條 這一條後來平林以後都幾乎變成北公路 然後那存在還有一段古道的就是陶馬古道 有沒有 好那這一段路也有一些歷史記載 就是劉明川 他在後來他有去把這條路開成一個比較寬的路線 然後日軍來了以後呢 他讓歸祥的土匪陳秋菊去修這條路 所以有很多的進展 那這條路也被開成一個陸軍可行的路 所以這條 但是這條路線他在歷史上的功能 他發展出來其實是泉州人 泉州人安息他們來到這個地方種茶葉 然後用這個路線運輸茶葉出去 是主要的原因 好那但是這裡面呢 有一個很少人研究的這個區域 在中間這一段 就是現在暖暖到時分 然後下來到這個外澳的這一段路線 其實當地人都說是泉蘭古道 可是很少人先提到沒有什麼研究 就是存在著一個空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在訪談的時候 發現這件事就開始去進一步的搜尋 好那我們的方法 很快讓大家看一下 從地方置裡面找每一個聚落最早開墾的時間 比方說像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是以前金包里社三郊社大金融社 然後瘋子製色就是現在的西紙 納納色就是現在的暖暖 1735年第一次文線記載就已經出現 所以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了 那這主要就是這些領域主要在這邊活動的痕跡 那1632年就是西班牙人來的時候 記載就有這條路還不到 所以是以文字記載的方式去呈現 實際上路比這個還要久 那當有路之後沿線的聚落就會出現 那聚落出現之後就會怎樣 人越來越多 然後呢就會沿著溪流向上林開墾 而產生新的聚落對不對 好所以這就是從地方置 就是那些鄉鎮寺裡面去梳理它移動的軌跡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候 還沒有直接這樣穿越過來 好那現在大家看到藍色的線都是漳州人 藍色的線是泉州人 橘色的線是漳州人的痕跡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的關道 那時候是漳州人在立 然後泉州人開始往內山開墾 內山開墾 伴隨著茶葉的進步 那當然在平林到雙溪沿著北四溪的時候呢 是在1820年最漫1820年的時候出現 這時候都還沒有串聯起來 好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1824年的時候 烏石港首輩黃庭他一間總法 他跑到這個大坪這個地方開墾 就是下面這一條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是粵 就是他是廣東人 他不是漳州人 是群州人 好然後他跑到這邊開墾之後呢 到了1852年的葛瑪蘭町字 出現了一份文獻 好這份文獻因為字有點小 這邊給大家聽喔 他說呢 這個南路山孔道出遊東北行 之淡水之八土折路基隆巡海 過深澳之三雕龍領路南界 這個在講剛剛說落海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講路南正大 好這個就略過 那現在出現了這一段 他說最近出現了一條路 地深寬坦 無憂多色身心從今峻林 就是比較平 然後不用翻山越嶺 指由 注意看紅色的那個字的地名 指由頭圍砲台外 斜過十公子山六里至陸寮 再十二里至大溪 又十二里至大坪 二十里至雙溪頭 雙溪頭二十里出 淡水至水板橋 就是溪子 在二十五里面 以孟甲營就是萬華 好那這份資料已經顯示出 有一個從頭城直接到溪子的路了 兩端終於出現了 第一個文獻是這樣子過去的 但是呢 這裡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一些地名現在消失了 有一些地名在這個區域到處都有 就算這些地名是確定的 去疊一九零四年的台灣寶圖的時候 發現從點到點之間 還有很多線的可能性 好所以路怎麼走 這就是非常辛苦的部分 好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參考了兩個不同 去訪問了兩個不同的學者 這個學者說呢 就頭圍是確定的 石工紫山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牛寮 陸寮其實是古寮 古寮在這個區域 宜蘭的這邊有一個地方叫古寮 然後再來就是宜蘭的大溪 大平就是太平古地名 然後雙溪頭 以前剛講的古地名叫雙溪頭 所以路是這樣子 聽起來很順的對不對 可是有另外一個學者說呢 在靠近現在那個 袍馬古道附近那邊 有一個古寮 台古寮 然後大溪其實不是大溪 它是大K 大K在北溪溪那邊 就是那個平霜雨道上面的一個點 大平呢 是以前豐田 就是現在叫豐田以前的大平 是華辦大學那附近 雙溪頭呢 就是在石定那個106線高那邊 有一個雙溪頭 所以它認為真正的路線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支持它這個說法 主要是後面它還有一段記錄 它說從這條路呢 不由大平坑 像萬順寮 就是像深耕 或者是像溪口 就是松山 所以這條路線跟後面比較合 那相信誰呢 就還要去怎樣 對理成 當時說什麼在集裡 又是什麼那些 那哪一個說法比較接近 結果發現有一些出入 兩個都有一點點出入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是經過 還在地的訪談 然後最後取省之下呢 現在大家看到顏色比較淡的 就是我們把那些路線消掉 然後最後選擇那條主線 定線 那沿線其實會看到 非常多的傳統工法 然後這些工法 等到我們講 手作步道的時候再細講 這些傳統工法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那 然後 那這個是我們藉由這一次 把步道分級的概念 放到政府的這個政策裡面 就是大南基本上分成三級 第一級就是人工比較多的 然後第二級是 有一點點人工也有一些自然 第三級是幾乎維持自然 沒有什麼人工設施 那其實 新北市政府他們後來呢 在第一級的金字類古道 也拆掉了一些水泥把它恢復自然 好 那有了分級之後比較不會怎樣 使用者跑去以後發現那個地方 是古道 然後他其實跟他想像的步道不一樣 所以第一級步道可能就推薦大家去 比較親子比較大眾 然後 然後呢 這個 比較原始的路線 先標示它是第三級 大家去了以後比較會有準備 好 那就可以用手作步道的方式來進行整理 好 淡然的方法論是這樣 但是現在介紹第二條張之細路 張之細路呢 他的方法論又不一樣 好 這一條路線其實是 最開始是信用政策 好 呃 那時候是 蔡英文總統 他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了一個政見 叫浪漫台三線 好 那時候還沒有補到這條概念 就是很 他們最初的取材是從 德國的浪漫大道路 好 他有知道德國有150條這種 什麼什麼大道 童話大道啊 什麼大道 他其實最初的目標是要促進 某一條公路周邊的小鄉鎮的觀光發展 好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他就規劃成一個主題 好 比如說像童話大道是那個很多古堡 好 然後那這個浪漫大道是有一些中世紀的小鎮 好 那他是連結法蘭克福跟布林園 兩個國際機場之間 就可以這樣子玩 玩到那邊又出去這樣 好 那所以 因為台三線相對於台一線 是比較沒有那麼發展 所以他們想要用這種方式來發展 台三線 就是陶竹苗中這一塊淺山 陸山地帶的那個 農村的發展 好 OK 那 那個時候不是剛剛提出來之後就遇到什麼 立委質詢說什麼 浪漫台三線到底哪三條線 好 好 你們知道這就是 哪三條線 哪三條線 臉上三條線 好 那 那當然另外也有質詢的就提到說什麼 你的浪漫我的血背 對不對 因為這是課委會要做的 那可是 這個 這一些路線的存在 他以前其實是原住民的土地 好 那所以在這個 推移的過程中 就產生了非常多的衝突 所以 後來在古道的部分的調查呢 我們那時候就決定要把它取名叫張之細路 張之細路 他這個是圍繞著張老的開發講良的故事嗎 我們先看一小段那個張之細路的影片 要不要看一小段去 aerial地勢 就站這次我叫一位 海風 他自己裡 要帽子 有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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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有線路 動流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要靠它來去說 弗科二weight 可能是叫 Gallup 可是現在其實 某種隘鈕就是 他會說他的第一不是在於要均屬之間 而是在於忙碌的生活當中 在我們體驗 到甚至一種方法的成長 我們一切就像自然 我們感受一下我們爸的東西 公車 拍照時間去成長 公車 augmented最有趣 彼此一切 低落 五 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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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